可以超出欄杆 只有穿着蓝色短袖 戴着鱼筒穿雨鞋的人才会进来我们前去 是一只海狮 海狮跟海狮有非常多不同的地方 分别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刚刚大家都有看到 哈甲学一只毛毛虫在爬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班海狮 所以并没有办法像海狮一样 会那么的敏捷在路地下面行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哈甲 它的潜行非常大片 在路地下面移动的时候 飞与地的话 在移动的时候可以向前面攻起 那这样在路地下面行走 还没有轻松 那还有个不明显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家哈姐 他的眼睛后方 有一个小小的小肉条 那我们可以来借由思源的手梭 按底下 应该都有看到 对那 他的耳朵跟人类一样 是突出来的外扩 但是啊 我们的班牌宝 如果眼睛天瑞的朋友 可以发现 班牌宝的耳朵已经退化到 只要剩下一个耳朵的口罩 那但是 台湾听力也 一样是非常的敏锐 所以大家切记 在我们的三楼看 妈妈也放过去 有个妈妈 每一颗牙齿都非常的尖锐 除了尖锐以外啊 我们的第一盘的观众 没有啊 你们拍到非常多完美的角度 那也请妈妈 拍到我问题 他们的牙齿是什么颜色